支持明镜与点点核心 我是今天的host是Daniel host有一个任务就是你要当做一个example 然后介绍Nai怎么运作的 在5分钟之内 我们就开始 大家好我是Daniel 我之前在日本十多年 十六岁开始工作 第一个工作是卖油 那七年前回到台灣學中文的時候呢 因為脈絡這件事情他被想 我也知道最近才知道他有真正的含義 我也知道他是意思意思 那T E to C 是我在舉辦的一個活動 這個東西是教一些學校 他不會教的Ferotation, Public Speaking 或是自由表達的能力 為什麼要做這個 因為回到台灣我發現 其實很多人他沒有才華的能力 但是往往就是學法這樣的一個能力呢 都被埋過,真的很可惜 那簡報這個是我最討厭中文 因為Presentation不是簡報 他只是Presentation的一部分 如果你看線上的字典 他會告訴你說Presentation的意義呢 他有贈送啊,表達啊,係數,演出等等 所以或者是開演唱會 或是影片 這些都是Presentation的一部分 那我想會開演唱會 跟像李安生大導演拍影片的人在做 應該不多啦 但是比如說要找工作 或者是你在商業上你要做一些報告 甚至於是你要談戀愛啊 或是台上演講 你需要用到這些技巧 所以我們首先呢 就先從工作開始 現在畢業生面臨問題 不是22K 而是找不到工作 今天你去面試 面試觀看的不是你的語意 因為你去代表 你的語意已經被接受了 你是qualified 要看你這個人 如果是剛畢業的 他會想要了解你是不是草民族 如果你是有工作經驗的 他想要了解你會如何去解決他現在面臨的問題 所以入取率的高低 只有在於你在面試觀面子的表現 接下來商業簡報 在這邊我們會講簡報 因為Presentation在大家的印象裡面 就是這種商業簡報 在公司裡面有很多人會覺得說 他能力沒有比你好 但是他的待遇啊 加薪什麼都比你好 為什麼 因為他或許他做的簡報 是被人家支持 肯定 受認同的 所以他是前者 如果可以做到這樣 你成功了 如果是後者呢 那看你的工作是什麼 如果你是吹評大師 那你做的變成 那接下來 談戀愛的部分 其實這要很多很多 Presentation有技巧在裡面 如果7、3、8、5、4 這個定義是對的 你送情書 你先表達7%的內容 你會想說我愛很大 可是對方收到那個意思 愛很大很大 那在電影 大致若為這裡面呢 男主角他看到對方 就決定說他要共處一層 要白頭到 三年後他做到 可是電影 男主角那麼帥 OK的 但是如果你是女主角 你今天收到一封信 上面寫著說 我三年級的時候 還是注意到 我要跟你白頭到 你感覺是什麼 除非你想像說 他是一個大帥哥 不然 你可能想像是一個 非常 像是這種 很creepy的一個老人 那在上台講話 這也是 你今天上台 你就會有message 要傳達 對不對 如果你做得好 就會有欣賞你 這個欣賞你的人呢 或許就是 你的情人貴人 或是未來的 終身辦理的固定 可是如果 因為你的表達能力不好 而無法正確的 是傳達說 你的熱情跟夢想的時候 你會不會很想 賞自己巴掌 不用麻煩 那個你的朋友 會想要幫助這塊 如果找到來的話 可以來找我 所以不管是在工作 或者是商業往來 甚至於談情說愛 或是追求夢想 這樣的能力 真的非常重要 他可以左右的人生 所以 不要再為了 缺乏這樣的能力 然後去奧馬 或後悔 那去哪裡才可以 學到這些東西呢 E2C workshop 這個月底 30號或31號 我們會舉辦這個活動 所以 一些細節 如果想要知道後 待會再分享給大家 那我下禮拜會到台南 做一些 針對台南的學員 做一些lecture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是必修可 好 總算要介紹一下 Ignite台北 每個講者 他有20張slide 一張15秒 他會自動切換 你覺得壓力 好像不能做control 可是像人生一樣 很多事情不能 control 可是永遠你有選擇 5分鐘 計程很短 可是如果你跑得夠快 你可以從頭到永和 如果你夠浪漫 你可以有好幾次 一見鐘景 如果你夠厲害 你可以5分鐘有約會 如果去Vegas 5分鐘就可以決定 你的鐘聲辦 那這些內容 看起來不太清楚 這些內容是之前Speaker 他們有提過的一些內容 How to disagree 19歲20歲等等 Ignite的中文叫什麼 點燃 所以希望每一個講者 都可以秀出像Tekira般的熱情 去點燃下面的觀眾 如果你需要幫助 上邊Tekira Shots 應該可以幫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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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